纯熟都不乏和首饰动作 嘴里念着来自经典历史故事的台词 这是由国内知名歌载戏团明华元所带来的表演 这些演出活动是由台一大以及国内知名表演团队 联合举办的2018大观表演艺术节活动 主办单位特别举办盛大记者会 为9月23号开始为期将近两个月的表演活动 揭开序曲 而今年以艺术便当的概念 希望让民众在假日里能够一同品味 具有艺术价值的艺术饗宴 今年的大观表演艺术节 我们希望去思考这个大众文化 这个主要的概念 那我们希望它能够带走 我们希望它能够像便当一样带来 它就可以留下来 像便当一样它就可以带走 它把它的美味饗宴带来这边跟我们一起 参与 它也把这些饗宴 把这些品味美好带走 把美味一起带来 把品味一起带走 除了9月23号的歌载戏团演出之外 在9月29号还有故事工厂带来的 最狂爱情喜剧三格诸葛亮 以及曾经入围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 阔越集合唱团在11月3号带来的 阿卡贝拉演出 让民众欣赏有别以往视觉和听觉的 一文享受 今年呢故事工厂首度受邀来参加 我们大观艺术季 期待优秀的作品能够在9月29号 跟大家相会 今年这场活动 更是和校内的舞蹈戏合作演出 经典芭蕾的小房族曲 邀请偏向学校和若是团体 一同到台一大表演厅 欣赏这场一文盛事 希望让他们也能够有机会参与 属于每个人生活中的一文旅程 让艺术进入生活 记者班琴才新北市报道